短短幾個月間就有第二隻的737 MAX 來出現一個類似的意外 其實是絕對需要小心而上的 我們會見到雖然現在我們不會知道 這麼快知道這兩班的航班 無論是C航那班還是剛剛艾塞拉 究竟原因是什麼 但是我們見到的是他們的表徵 其實是很相似的 所以有些國家地區已經開始禁飛飛機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保守安全的做法 而香港現在遇到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自己昨天也聯絡了民航署 也查詢究竟香港有沒有打算禁飛這隻飛機 但得到結果就是 因為沒有任何737 MAX的飛機 其實是在香港註冊 或者香港有任何航空公司用這隻飛機 所以其實他們認為沒得禁 但我覺得這個說法是不合理的 因為如果你認為這款飛機出現了問題的話 其實雖然你不能夠 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的飛機 即是叫航空公司來到不飛 但你可以限制這類的飛機 飛進來香港 其實民航署什麼時候都有這個權力 停止任何類型的飛機 即任何航班進入香港的領空範圍 那所以香港姪法公司的我們暗記 絕對要重新思考一下 是不是應該 不讓737 MAX來進入香港的過程 其實這個造法新加坡剛才是正如說做的 不单止限制了所有自己注册的737 MAX的飞机 它更加制止其他外来的737 MAX的飞机 进入新加坡的空域之内 所以这个做法不是 随便说出来的 或者世界其他地方是不会做的 其实不是的 而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会看到第一只飞机 即是私航那一只的时候 其实不少报道都有说过 会不会是它一个公国的 一个仪器出现了问题 而给出一个错误的数据 给那个飞机 现在飞机也装置了另外一些系统 就会导致飞机头向下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而导致 今天第二个空难呢 我们当然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 其实波音公司在当天第一次私航的意外出现了之后 其实是出了一个通告的 就是一个通告 必须要是所有机支和航空公司都收到这个通告 就是说如果出现一些类似的情况是如何处理的 所以其实无论怎样说也好 波音是知道飞机是有一定程度的问题 而只不过是用了billeton的方式来 就是说要如何控制飞机等等 所以这个是绝对不理想的 现在你看到 终于也会出来说 就是说未来几星期也会有一个软件的更新 希望改变到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不期而问了 那么在这段期间 还是不是应该容许这个飞机来到飞呢 甚至乎来香港的其实是有的 737 MAX是有飞机来香港的 这个飞机是有来的 所以我们要更加给更加多的压力 其实是给无论是保安公司 又或者是美国航空总局 就是FAA 来到更加是看清楚究竟是发生什么事 甚至乎最好的就是由他们来到发出这个感觉 那就变成全世界所有的737 MAX的飞机 其实都不会说飞 其实它牵涉是不是真的很大呢 其实不是真的很大 因为其实在说全球其实现在有350架同款的飞机 当然737就有了很多年了 现在说针对的就是说近期才出的一款的新的演变型号 737 MAX 其实是说三百多架而已 全球都是 当然不是一个小数量 但是不是说一个大到一个数量 会我们航空界面临的就是说 完全所有飞机全部不能飞 完全都不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FAA或者这个波音公司 是会决定禁飞的话 可能这个就解决了很多不同世界各地的航空公司的问题 而乘客方面其实都会不断问的 一定会问航空公司 我搭的飞机是不是737 MAX 甚至乎他们会搞乱的 即737 MAX和737有什么分别呢 所以其实航空公司都会一定受到很大的压力 或者是如果他们有737 MAX的话 所以你整件事最好的方法 当然是由FAA或者是波音公司 自行去决定去进行这个停飞 但是我认为香港是不是就是什么都不做呢 我刚才就说过了 其实也应该是审时度势 看一些很实质的数据或者资料 来决定是否应该停飞 而这个决定是不需要你那只飞机是否香港注册的 正如提醒所说 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 任何型号的飞机或者任何航班进入香港 这个其实民航处本身有这个权可以做到的 谢谢 谭先生 谭先生 不好意思 想问是你很大 就是对于今次新租权工厂法被称 和一些私人和上席 谭委说海事署是家庭不足的 你们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当然是 就是新租主任也说了出来 那一向海事署都问题多多的 都不是只是这一件事 由南亚海难 去到后期 你会发觉 很多的国际条例 很多国际条例 原来海事署都是没有跟着的 那现在你会见到 就是说 拍船的费用 亦都是很混乱 甚至乎不管 这个其实 对于海事署过往的工作表现 我真的不觉得是很诧异的事 但也好 新租主任现在揭示了出来 他就更加要跟 其实之前 没有几天之前 亦都是海事署都申请了 将某些职位去伸延 很希望他们一拼 就处理了这个新租专员 今天发出的报告 谢谢